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电话来的观众 以及在网络上留言的朋友 我们今天讨厌涉嫌巴士公司有欺骗公帑补贴 究竟是施光明的涉嫌 暂时未有任何证据 我们今天请到的三位嘉宾 首席立法会议员高天士高生 你好 第二位是澳门律师公会秘书长石立恩石律师 你好 第三位是澳门交通咨询委员会委员 郭良迅 顺哥 谢谢你捧场 我们这个节目很欢迎大家打电话 电话号码是在营光属幕上看到的 就是2878-9192 2878-9192 欢迎各位网友通过网络跟我们沟通 或者重温过去澳门开港节目 最重要的是得闲给我们爆料 不管怎样 我看看今天澳门有什么重要的新闻 政府正式批准新增一个固定公共电信网络 即是固网的牌照 由MTEL电信有限公司经营 牌照有效期至到2021年12月31日 按照批示 MTEL电信由发出牌照那天开始计 18个月内要开始提供商业服务 博彩监察协调局公布 5月份本澳博彩无收入有295.8亿元 按月升幅4.5% 按年则增加1.3% 一到5月博彩无收入累计1431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加1.4% 环保局一项调查显示 去年澳门市民平均每人每日使用大概2.2个胶袋 全年总用量4.5亿元 其中被扔掉的塑膠购物袋 大概占本澳整体废器物的总重量4% 环保局局长张绍基自出 局方曾访问部分企业 发现近六成企业会派胶袋 但近四成的售访居民说 已经自备购物袋 他强调 现在未决定会否征收胶袋费 要视乎社会的应受性 两女一男三名内地旅客 经港澳码头入境时 怀疑食物中毒 出现头晕和呕吐 被送往山顶医院治疗 其中一人要由担架送入急診室 经调查 三名内地旅客来自山东 参加港澳游 共有20多名团员 来澳之前曾在香港吃早餐 目前病情稳定 很快就回到节目现场了 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连花卫式的演场互动节目澳门开港 如果你打电话进来 就是278-9192-278-9192 今天我们讨论就是巴士公司 涉嫌骗骗公帑的补贴 我们首先看看网上留言区 网上留言区有一叫做ON9的人 说这个粗口我不读出来了 就是他的好心政府拿回巴士服务自己做到的 搞那么多事 结果搞了大头发出来 这样给巴士公司骗公帑 是好什么的政府 另外还说巴士司机也应该会受刑责 这件事有点问题 你安排班司机就知道会出车 那没理由罚巴士司机 这件事比较离谱 还有他说一班贪官一批就批60亿 这样出街什么鬼巴士就走出来 非凡忙时间一出三架车 本来一架车出三架车 就是骗多了两倍的钱 根本就不应该补贴巴士公司的 应该每一个想坐巴士的市民 用身份证换一张储席卡 由每个人自己想坐哪架车就这么简单 根本就不用请别人看着他 请别人看着他几个月后 一定就变了一些贪官 这些是我们网友的看法 那我们先回来问一下石律师 因为电视台就传真了三个问题要问你的 先讲第一个问题 曾经有位欧姓议员提讯给检察院的时候问 审计署发表有关道路集体客运服务服务 的行工量证息審制报道内容 显示相关提供服务机构 可能存在违反刑法典第211条 即是诈骗的违法行为 基于他所涉及有关的法律属于公罪 因此向一个 检察院做了举报的 希望能够在刑事方面调查 你这方面有什么意见 首先大家好 主持人刚才一开始 这个节目的时候也看得很好 巴士公司是涉嫌 现在有个涉嫌 为什么涉嫌呢 因为审计署早前作出一个报告 发现到在他们的意见来说 有一些这方面涉嫌的行为 我作为澳门居民 亦都是以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去看这件事 我觉得既然有一个涉嫌 这么大的可能违法的行为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需要对有关的问题作出一个调查 在这方面亦都为了公平 我觉得其实在这方面亦都是 在未有实质的证据之前 其实对市民亦都希望期待有一个真正的调查结果 对这三间公司亦都有一个公平的 你认为检察院是否应该涉嫌 调查这个事情 我的看法可能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的刑事起诉程序 首先是警察或者廉署调查 正在一个检察院 但决定不决定起诉 然后跟着 如果决定起诉 才转到法院判是有罪无罪的 其实当然 亦都可以直接由检察院 直接去提起 这个调查 其实我个人的看法可以从 按照审计署有关的报告 可以 譬如不排除 由这个廉政公署来做出发点 亦都可以由检察院 但是似乎可能廉政公署 比较合适一点 这里当然 亦都涉及了一个公帑 无论现在搞不清楚 就是说究竟是 这些涉嫌的公司 是它在按照有关合同的 条款的要求来到去履行 或者是好像按照 传闻那样涉嫌是有一些 不实的 甚至涉嫌这些叫做行骗 或者虚假的行为 我觉得应该是一方面 作出一个调查 对市民大众和对这三间公司 我认为是有一个公平的 是 我现在回头回问高议员 你这方面有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涉嫌的情况非常之高 如果是诈骗 司警里面有一个商业调查科 他们专门调查这一类的 商业犯罪 商业犯罪 尤其是诈骗都挺普遍 无论香港、澳门都挺多 但现在世界公帑的也赤确 不单只要追究文字的责任 刑事的责任 亦都需要文责 即是高官的文责 整件事现在今天 无论在审计报告里面 或者汪雲出来说话 都见不到刑事要的 其实整件事里面 我们要回忆2008年的时候 当初两家公司没有新模式去运作 两家公司当时都要求加价38% 将近39% 大家都记得当时 后来就因为社会的回响 很大的市民都反对 我本人也做了两个宣言七讯 关于这件事 后来就因压力之中 算了 就调整28% 就这样过去 这些故事重复 现在今时今日 就是重复当时 2008年的故事 在2009年 交通事务局开始 开标 新模式 一间公司既然 如果 赚不到钱 他不会找律师 花筆带钱 很久还否冲了其中一间公司 其中一间公司四分钟 到了终审里面 结果就得席 终审价言 因为我前面也叫进去 后面也叫保文件 新模式 是什么时候 在2011年的8月 开始 三间公司 在2012年的6月份 刘兮耀出了新闻稿 他就说 三间公司都不达标 开了 一间公司 运作了几个月 即六个月 他已经出来说 不行 服务差 新闻稿 是有这样说的 不自差 还撞住人的脚 但是这样 他们要求加价 23% 要求加价23% 即那头 好了 加价 当时2012年的8月份 行政长官出来说 不能随便加价 吩咐 刘思耀 和汪雲 就是 你们不能随便加价 各自 调整 但是他们静悄悄 继续运作 而终之来到立法会的时候 就通过了 不只是加价 是追索到2012年的6月份 那个预算 即是 一方面对市民说一样 另外一方面 他就静悄悄地再下 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他来立法会 他就说 我们 关于那个调整 只是花1亿多 将近2亿 1.9亿 但是结果 出了多少呢 7亿多 7亿多的预算 即是他说一套 在立法会 但是后面做别用的 有两条数 我随便这样拿出来 预算那里 两条数 例如 那个管理费 和保安费 在08年2300几万 2012年3400万 2013年5000万 钱多 你明白吗 好了 其他那些开支 古灵精怪的开支 我现在还未查到 有那些密晚的号数 就是财职局的那些 2008年 就是178万 开支 去到2012年 4000万 没人知道那些数 即是什么是钱 总结来说 就是钱多 多到谁人走过 咬了两口 是的 拼来拼去 而且有一种很重要 就没有了诚信 他说了谎 几次就是楼市要承认 所以总结来说 我们要见楼市要承担这个责任 而且很有趣 我们今次的《绅计报告》 没有说预算的问题 我最关心 澳门市民最关心 你特区政府使用公帑的钱 怎样去使用 一分一号都要解释出来的 但是现在你看看 他那个预算 2012年 6亿多 去到2013年 14亿 大化童年也这么小 不过想问一下 先问一下郭先生 你这方面觉得应不应该调查 和调查方向是怎样的 议员这么说 是有需要做的 但是我在报章的报道 其实我看到那个审计部门 为什么他不公布哪间公司 哪条线 走哪里 什么时间 因为他经常说鬼车 那现在早几天 三番马车公司否认 大家是罗生门的 其实我知道 他有卫生定位的 他可以查到哪一部车 是不是 还有路线走哪条街都知道的 是的 比数多少都知道的 他查到速度的 他有没有停站 有没有开车 全程都是这样的速度 其实这个好意拿出来 他有历史重演的 那个定位 电脑一刀片 为什么审计部门不公布 是哪一部车公司 大家明了就更好 现在大家猜 不知道哪一部车公司 说不定公布公司的话 说不定审计署处长被解僱 上一任我已经解僱了 蔡美莉 其实汪文知道的 而他的责任应该公布出来 为什么他知道 以及应该公布 因为他承认了审计报告 既然你承认了审计报告 知道有这回事 你应该责任公开透明度高 告诉人家 我们疏忽在哪里 以及在哪间公司 不要忘记 哪条线路 哪条线路 哪间公司要公布 因为这些是公共的行业 是政府批准出来 买他的服务出来 为什么你不能公布出来 这不是一间特别的 即随便一个简单的私人公司 有个私人 我没有理由我的私人 我的私人公司 你这样去公布 这个不是 一定要透明度高 而且如果只有一间公司作弊 对其他两间公司 就更不公明 所以我觉得审计报应要透明一点 要让市民知道 哪个巴士公司 后面的线路 大家都知道 不用你又推我推你 我想这样 那我们先看一条新闻片 现在大家都很坦白说 大家在质疑你的能力 他不是做到这样的事情 如果你觉得自己真的没有能力 对市民也好 对自己也好 会不会是 请示会是一个最好的安排 对一步开阜 天空大家都没有呢 你刚才说的问题 我相信都算今天是一个 很热的焦点 很热的焦点 但我也是那一句 我会和我的团队 揭尽所能 在现在这个崗位 继续去改善我们的巴士服务 审计署上星期发出 对新巴士服务的调查报告之后 交通事务局被批评作为监督者 表现完全不合格 不过交通事务局局长汪雲 就坚持会继续做好份工 不会引咎辞职 还强调会认真处理报告中提出的各种问题 如果发现巴士公司有错报 漏报的个案 我们将会按照 承投规则 作出相应的处罚 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 发现巴士公司涉及 虚报 或者是门报的个案 巴士公司是必须承担有关的法律效果 面对审计报告提出 违压理数的鬼巴士 三间巴士公司的高层都齐声否认 我们没有出现 我们没有出现 既没有匹卡数 又没有 又空 前张是空的 这种情况 这证明我们所有的班司出了去 都是拙载了有乘客的 而审计报告中指出 有路线在繁忙时间发车不足 在非繁忙时间就大量发车的情况 申福利董事总经理陈晓阳说 有多发班车和原规则有出入 是考虑了路面的状况 和乘客量作出的决定 陈妖阳说 政府的巴士服务承投规则 是以五年前的数据做标准 对于现在澳门的路面情况来说 早就不合时宜 回到现场 我们线上有位谢先生 谢先生 是 你有什么意见 关于鬼巴问题 我认为高通区 应该有 各地民族官员 王文 应该下台 那我们最主要改善 如果下台都改善不了 又怎样 那他上台那时已经放映了巴士公司了嘛 香港都有欧洲五营的火车 但是那欧盟呢 都有欧洲三啊 那全欧盟的环境空气是没有啊 我们很多谢你的意见 我们现在擅长没有做到另一位的 呂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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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巴士服务有什么意见呢 谭博士 你好 高议员 你好 赤律师 郭先生 你好 你好 是啊 现在呢 就是讲到呢 那个巴士呢 那个公帑呢 和乱出诉呢 和做一个主管呢 为什么他那个根本不利呢 就是和呢 我自己呢 都很不开心 就是今天呢 我预了呢 搭巴士呢 我非常不开心 是啊 那个巴士呢 那些等了半个小时不达 我上了车呢 他那个巴士司机呢 又搓又成 就是那个新福利的 16号 那还有呢 我就自己呢 就对于汪文呢 现在那个局长呢 现在解释这么多东西 说来说去呢 都说长中短啊 什么计划啊 说那么多计划是无用的 他不去做 长远都不做 那个硬件啊 路线图啊 各方面呢 那个服务质素呢 那些市民啊 就是已经讲了很多的意见 他都没有去做啊 应该是做了这些才对的嘛 你说是不是先啊 每天啊 那些巴士站啊 麻烦他去看一下呢 一有巴士来呢 在巴士站那里呢 那些人啊 那些人啊 搭车那些人啊 红楼涜以上呢 有著几楼 还有几楼 阿尔市民呢 手法程度是低啊 年终家园啊 那些路线呢 即是凡忘的时候呢 啊博士 凡忘的时候呢 真的是没有车的 迫想去趕着上班啊 那局长也没有起来吧 我看 即是呢 那些主管啊 没有起来 其實應該要到八點到九點要逼車才知道 是啊 下區去看看 還有有些巴士飛站的 你好像昨天晚上看新聞 三間巴士公司在這裡解釋 解釋是等於掩飾的 你說是不是先 現在的審計師是審計出來 那他有沒有辦法去執行罰他 我又問一下博士 這件事是有權罰的 但是呢 要提供事實證據 但是不管怎樣也好 我們有一個時間問題 我們先看看天理報告 現在來到現場 我們還有第三個問題 想問一問石頭律師 在星期日的澳門論壇上面 新峰尼巴士的島市總理的陳曉陽說 乘頭規則是根據2007、2008年的交通狀況制定 那他上面的巴士班士已經不合時宜 他在新峰尼巴士去年 曾經向交通局提出要加出增加班士的路線 以及需要作修改 但是到現在呢 交通事務局都沒有回覆他 那麼你認為這個承投規則 是否已經過了時呢 如果是過了時應該如何修改呢 我個人的看法呢 其實呢 可能應該要分開兩件事 一件事呢 根據審計署的報告呢 似乎或者可能涉嫌有一些 虛報或者漏報 甚至不換報 一些虛假的行為 這方面是一個 按照報告方面的出發點來發現 可能涉嫌一些這樣的情況 另外至於你說 那個承投規則是 將近五年前的事 事實上在大家都看到 就是五年前和五年現狀 澳門事實上在道路上交通 澳門汽車起碼多了三分一 對 巴士起碼多了三分一 所以你說 應不應該適時去 對符合現狀的情況 對有關的合同再修改呢 那麼我覺得如果真的 差別那麼大 當然是可以透過一些機制 來修改有關的合同方面的規則 但是跟剛才我提到的 就是聯署認為 涉嫌一些不法的行為 我覺得應該是分開兩件事去看的 那麼高先生你又怎樣看法呢 即是現在有人說 澳門法律嚴重滯後 就是承投規則之類的事情 其實整件事 在看你怎樣草以合約 其實我當年都在立法會說到 有關我們的所謂外判 或者你判給一些重要的公共民生項目 在你草以合約 你有多少元素 令到真的保護到我們特區的利益 以及我們的庫房 避免有問題出現的時候 你要承擔很大的責任 雖然你現在賦房這麼多錢 但你不能夠在草以合約的過程之中 忘記一些所謂風險的條文在裏面修改 所以你會見到現在很多 現在我們的工程全部都是超標的 亦都是銀馬所付出的 以幾倍以上的 中華運動會巨彈 不止 例如澳大是59到98 不是現在102 不是現在102 我們民生的衛生 你由11億到40幾50億 全部都是開支 你明白嗎 錢都賭出來了 錢都賭出來了 但是服務和其他人 關鍵就是整個時間 服務比以前還差 差很多 因為現在問題是沒有文責 沒有負責任 整件事沒有人叫樓市長下台 因為不要忘記樓市長請汪雲 你不要理會你跟我爭辯 他是親戚 不要說 是你選他出來的 你選他出來 當然他有條件擔當交通事務局的額頭 為什麼現在出現這個問題呢 你選他 你又不需要承擔責任嗎 你應該第一件事 在政治的角度 你要承擔責任 主要汪雲那方面 有刑事就去司警查 是不是真的詐騙 主要有沒有貪污成份 由於那個數目這麼大 這些都是廉政公署要加入的 所以這些事情其實很簡單 高官的文責制就體現不到 體現不到 而現在在一個小小文明的國家 樓市又要第一個下台 我們不是國家 好地區 是不是 如果是這樣 你寫得清楚一點 因為地區不需要承擔責任 是的 郭先生你覺得怎樣 我們現時的成頭規則 是不是過了時 我覺得真是過時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除了路騰城很多居屋 例如石排環 或者回門京屋 其實需要大量的公交車去那邊 增加多些線 增加都是一定的 可能試過承留規章 還有因為我發現 現在開始搞巴士評鑑機制 是後過承留規章的 那現在一段時間 適宜改規章 或者當然要改好 一起改 因為沒有理由 那個評鑑機制是後過你的 我投了之後 你選擇評鑑我 我覺得有些問題 所以我覺得 應該適時 在現在真的要改好些 因為客人多了 地區大了 人流多了 有需要在巴士服務的規章 再要定過 當然定過 現在市民出行 還有最重要 剛才說 真的要有一個監管機制 真的要監到到位 因為我看到 監事務有一個控業中心 其實不一定在外面看 在中心裡監察到 每一條線 每個巴士怎麼行 什麼速度 他會看到 問題是交通局長 汪文 芝麻綠豆小官 三間巴士公司後面的大老闆 都會帶他 我想有待高議員出聲 其實三間公司 你現在運用的預算 非常龐大 你現在有14億 你一個局長 有沒有這麼大的權 去華視14億 因為當時我記得行政長官 在2012年7月份 是說明要檢討 樓市要接招 汪文知道要不可以 但數目仍然是賣向前 你一方面就說 他不達標 另外一方面 錢是要出的 這件事根本上 是不對稱的 在不對稱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說 叫汪文下台 因為他沒有所謂的 他就看死鬼 要鬼捐做局長 但關鍵就是 誰負責去監督他的工作 就是樓市長 你不可以偷偷博企 因為這不是第一次的 因為你看機場的八幅地 亦都不需要文責 為何你給了他 明知法院行的個案 是五幅地 你再給八幅地 然後行政長官取消 拿回來 那不用負責任嗎 現在第二次了 所以我覺得 有幾個司長要承擔責任 這些司長如果繼續 很慘 那些局長都不知道怎樣行 我完全 我覺得 只是汪文下台 交代不到這件事 我們不可以怎樣 我們先上去 還有袁先生 袁先生 你有甚麼要發表 誰呢 各位嘉賓好 我說這些叫做甚麼 上糧不足的下糧歪 不正呀 下糧歪 你想審他的工黨 要怎麼騙他 審死官 變成了 郭議員說的 你沒有了問責 整體先 你不要說他質素 優化 路線等等等等 這些 如果你沒有一個 系統的管理 高層 和一個完全的法律機制 不是 你根本上下糧的 你再下去 越來越差 沒事的 現在有樓市員 給這個責任 開放權利 我給汪文 汪文是撐住他們 是吧 我巴士公司一人撐 說你有沒有拍卡 對不對 剛才是想過 你做 旁邊有個律師 你都挺難審他的 因為他每個公司 有律師顧問 剛剛就想過 才做的 是吧 如果你一個高官 一個政府 用良心去對待市民的話 麻煩你 你真的要對待 你要撿回自己的事去做 你不要說問責 什麼 問責一定要的 是吧 你好像來香港 我要開幾多個億 你在議會裡面 開什麼交通事務委員會 你拿這個錢來做什麼用 用在哪一道 是不是 他不想都不用想 就這樣抬了去 那些東西 怎麼扔下去 那些東西 證明了這個 當然上 證明了我們澳門的 整體經濟開箭 理財方面 就是不到位 政治體制又不行 如果你是電 哪用這樣 假成這樣 我剛才說過 不需要說優化 不需要說什麼 他帶來總總總總總總 這麼多意見的 乘客和貧眾 他原因一樣的就是 你最少高官那個 你姓劉那個司長 你怎麼帶領下面那幫人 那幫人走這條路 你走得不好的 上樑 上樑不正下樑歪 就是這麼簡單的 現在我們很多電話 我們還有一隻廣先生在線的 我想我們先接廣先生 廣先生 晚安 在這方面有什麼要提出呢 是 譚博士 高議員 石律師 還有郭先生 不知道什麼 各位 大家全世界身體 我這件事 我都不打算說 但是聽到猛震我講 關於這個問題 老實說 第一件事 我不認同一件事 由廉政公署介入 當然好 幫一幫忙 這個叫做 因為他是under特首 什麼都要向特首 特首說公佈 公佈不公佈不報告 我認為 這個檢察院 第一時間要加入 亦都要投入 這些事情 我告訴你 老實說 譚博士 特區政府管不了檢察院 沒錯 但是管不了 你看看十個墓地管不管得到 到現在都沒事的 現在問題是檢察長要 不是 檢察長何超明 到現在為止 老實說 去賣余審的事情都未公佈 蒲民部長賣了 譚博士 你叫我們怎麼說話 我們做市民在捱著什麼 你老實說 去賣余審 還可以做選舉委員會的人 還可以做主席 民政總署你看到 你現在說劉士妖 劉士妖 不要說他 老實說 十三塊土地那裡 他已經要揹槍了 他都可以算的 不想來解釋的 問過幾次 問哪裏 敢不敢回答 不回答 那些是什麼思想來的 你為什麼會跟羅傑誠 劉連雄會打成一片的 為什麼你會再問 廉政公署人家說你 已經有問題 你還批 現在巴士公司 你看看 這些這樣的事情 老實說 巴士公司 後面正說 譚博士你都說了 什麼老闆來的 大哥 先看看 遊戲怎麼玩 喂喂喂 為什麼沒有問責 沒有官員問責 沒有官員問責 你看看那些思想 話知道你還有 一直刻意拖 拖到他壓樑 不斷 好像蕭威利那樣 隨便 撿多少給他吃一下算 這樣玩的 這個遊戲 這些是擺明搞事的 這些是拿市民的錢 派通街 還說加價 加多少百分 二十幾又什麼 二十八又不知什麼 老實說 不減已經撿贏了 還加 那些哪有這樣的事 譚博士老實說 你跟我用個心出來說話 澳門的這樣的官員 你看看香港 行不行 廉政公署專員 老實說 你現在逢文莊 為什麼沈規署查到這麼多東西 一點都查不到東西 什麼事情發生 澳門這麼多東西查不到 地下錢莊 黑錢 各樣 什麼都不知道 我曾經在田台都問過 譚俊榮關於黑錢的問題 那些不回答的 那些問題 走人的 撇西的嘛 他坐在那裡都傻 回答你的問題怎麼回答 回答不了的嘛 十三幅圖 不能回答你 他當然不回答你 沒得回答 你教我 譚博士 你在香港 背袖當歌 你們背袖把袖當歌 你們講 為什麼譚博士 你這麼膽敢說話 為什麼那些官員 不敢上 不敢上你的電台那裡 就算是輪壇也好 廣場也好 你們那裡也好 不敢面對 流失妖 叫他回去香港 找那個整天看風水 馬尾那個 叫他幫剝削 可能他好一點 那個環境 叫他不要發瘋 叫他拜拜 多謝多謝廣先生 我想我們不用這麼激進的 澳門的玩法和香港不同 香港始終是因為第一件事 立法會真的不同 香港立法會有半數的直選產生 間選裡面很多都是 跟選舉的人數 跟直選差不多 還有透明度高一點 還有香港的 即使是保衡黨 都不一定聽政府指揮 因為他沒有委任 間選的人都要選家 香港間選哪裏 澳門同立 選舉 10個人選10個位 這麼開心 沒有的 即是香港 即是同樣 兩個特區 兩個基本法 做法都不同 完全不同 即是我們兩個亂比 即是 當然你說香港這樣 是不是真的好 有時候很難說 你只看香港前任延政公署的謀台 湯宜明 那些謀台 搞到一頭煙的謀台 其實澳門 其實煲湯很正常 沒有犯法 沒有什麼所謂 澳門 誰知道煲湯 就不能走 雪櫃 澳門打包 對 打包 即是香港覺得不能忍受 因為澳門是私奧見慣 兩個特區 兩個基本法都不同 即是 所以有時候的事情 我覺得 特別是由財政預算制度 澳門另外有個小金庫 是由行政長官自己去 即是 即使A的項目過不了 他可以從金庫撥錢下去 繼續做得到 香港是不行的 香港不單是大數 要過 連細數的項目 都不准亂挪用 澳門的財政預算 A項目就是A項目 B項目就是A項目 B項目就是A項目 玩法是完全不同的 不過不管怎樣 我們先進行廣告 好快回到現場 廢話小說 我們再給我一個電話 王先生 你好 博士 你有什麼意見 或者要問嘉賓 因為意見有很多 首先 汪雲 應該是失職的 不是叫監管不力 我覺得應該是失職的 不是 我覺得是無力監管 無力監管 他不是監管不力 叫不力監管 是失職的 他沒有理由 錢商收不到 都不知道 那些東西是錢 是吧 高議員 我想說 現在反映到澳門的製造 立法會的監管制度 是嚴重制後 制後 沒有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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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麼改善呢 如果立法會的監管制度 你不改善 那你也有些問題出現 是吧 那你現在審了 應該司法警要自動調查 那單 就是你 鬼巴和你錢商那單 應該要自動調查 受到生育犯罪 那些是吧 那廉政公署應該主動要插手 看看有沒有 那個班和雙勾結 有沒有 其實廉政公署是有發揮作用 不過香港廉政公署有發揮作用 澳門廉政公署沒有 你現在司法警都不會自動調查 很文龍 香港廉政公署 破的 不是我們破的 交通局查 交通局有什麼用 根本就是沒有作為 是吧 那你特首又不會派一些 獨立調查委員去調查 那 只有我們分一封 現在封了澳門 通常都是這樣的 是吧 律師你有什麼高見 律師有什麼高見 我高見當然 你說獨立委員會 其實在澳門現時現有的記者 剛才大家都提到 無論有聽眾 同意不同意 廉政公署是可以發揮 他本身的職能工作 還有檢察院也是按照規定 可以作出調查的主動權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 都是大眾市民追求的訴求 無論這真是架涉嫌 怎樣都好 其實澳門有一點 是比香港的普通法是好的 檢察官可以帶頭 帶動調查 香港就不行 但還有一件事 聽證會 我們的立法會聽證會 但我們的立法會聽證會 是倒楣的 你明白嗎 三個五個聯署 聽證會每次都通過不了 因為原因就是 我們的議員是兼職的 你不是兼職的 還有一用的 你八點鐘收勞 全世界有沒有議會八點鐘收勞 不能再做事 我記得05年的時候 入議會的時候 去到凌晨三四點 問到你沒得問 但現在不是 八點鐘收勞 因為你為什麼 後面還有兼職 有很多事情做 有些社團吃飯 當然 但是我覺得這樣是不對 馮強就說得對 馮強議員 做議員做得那麼舒服 反正社團就握手 吃飯就搞定 又不見人可以提出改善 沒有可能八點鐘收勞 沒有可能的 有哪個行業 尤其是我們澳門 八點鐘回家吃飯 少 真的少 但是他自己做 他立法會自己做 全部通過 其實我們立法會員子彈都通過 你愛什麼都可以 人工又高 人工 其實人工是濕碎 因為後台的生意重要 一幅地已經十代不用做了 我想 後面還有電話 陳先生 你好 陳先生 你有什麼意見 或者問嘉賓 好 三位嘉賓 你好 高爾 你好 因為咸蝦浮 咸蝦就好賣 村長 村長就懂得做 那些父老就直到不懂得出聲 慘在慘在那些村民 耕田那些村民 說回來 村民被人收藏地 說回來 是快的 隨時的 你看我們老爺的長者 多慘 現在年輕人說有30萬創業 長者住爛屋 自己年輕人買一層樓 現在住爛屋 鋼筋都見了 都沒有人理 你說慘不慘 基本法寫著叫照顧長者 這樣就叫照顧 找冷燈照著 說回政題 是 報紙賣的那些事大家都知道了 不要再說了 是啊 我是想問一問 高議員 是 石律師兩位 我們政府和那些大財產 那些機構 公營自拔 什麼事情 都是有立一張合約的 是啊 現在這些合約呢 我想請問 石律師 那個廉政公署 有沒有可能 主動調查 那張合約 有沒有行政失蹤 如果沒有 如果他一定要有人 舉報他才是查的呢 我想回頭想問問高議員 你會不會好像機場對面那幅地 那位議員那樣 你親自或者你的社團 你們去廉政公署 舉報要求會調查呢 那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我想大家先讓他回答 好嗎 好啊 我也想聽聽 好啊 你好陳先生 我不是太明白 你剛才問到行政失蹤的問題 是指什麼 是 你說 我回答 我回答 即是說 特區政府簽那張合同 那時候 有沒有官員 在這張合同那裡 失職 廉政公署而查 他有沒有行政失蹤 或者有什麼鬼祟 當然 如果我們分開兩個層面去看事情 如果特區政府 就這些巴士的服務提供方面 簽了合同 那麼合同內容呢 如果假設是 如果是 不是一個 就是對 怎麼說呢 就是對特區政府 或者對市民的服務 那麼有利的內容呢 而只要是他本身在 制定啊 簽署所有的過程 是符合法律的規定的 那就是說簡單來說 是一個 不恰當 或者是不應該 或者簡單來說 或者是種族語 或者是一個 為什麼這麼笨的合同 和你的簽呢 那似乎我覺得 可能這是一個政治上的責任 大過是一個 法律上的責任 是吧 但是如果陳先生指的行政失當 是你提到的 某一些官員 或者有關的負責人 是一些違法違規的行為 甚至乎可能涉及一些 不正當的 或者 倒轉來說 甚至乎可能一些 叫做失職 我們叫蓄意同離他人 或者失職 甚至乎一些 當然這方面 可以在行政的角度去調查 去介入 我剛才提到 其實我強調 反而是 因為涉及公帑 和金巨額 有可能金巨額公帑 廉政公署和檢察院 是絕對有這個職權 是可以主動去看一個調查 這方面我覺得是可以做到的 高先生呢 其實我們經常都會聽到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但是不要忘記 我給個例子 大家就會明白 這支筆 它是內貨100元 但是如果賣給政府 去賣一千元 但是是依法施政的 只不過政府賣貴的 以前回歸之前 有個審計法庭 意思即是說 他會審議 究竟你行使公權力的時候 你去買這件事 是不是恰當 即是公平 公正 以及價錢 合理 這個是很關鍵的 大家回歸後 沒有了這個 沒有了預防 所以我剛才開場白的時候 我也覺得出奇 2008年已經開始出現問題 我們的審計裏面 工作 是不是有沒有真的 預防到他們 避免我們的公帑 洗了出去 整個審計報告裏面 沒有說到錢 很有趣 現在我最關心 澳門市民最關心就是錢 關於剛才各位朋友所說 關於去不去廉政公署也好 李先生 李先生去廉政公署也好 或者去檢察院 其實檢察院本身有一個職務和責任 如果涉及公共的一些新聞 是公罪的 他有義務 立即內部開檔案來調查 如果足夠資料 足夠的證據或者表面 是可以做得到的 他也可以做的 至於廉政公署 好坦誠說 剛才陳英說得非常適合 關於合約裏面 因為我們要看條文是否是甚麼 其實我一向這幾年 在立法會都說到 我們草意的合約 有沒有維護我們特區的利益 因為你裏面的條文寫得 他有維護特區有錢 他有維護的利益 那沒得說 我們還有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這個問題我問石律師和郭先生 好 我們現在聽巴士公司說 他經常都找不到駕駛員 找不到駕駛司機 我們特區政府就說 是駕駛司機從業員 是不能夠有外勞的 外顧的 和莊河是不能夠有外顧的 我又想問一問石律師 因為你是法律界的 我想問一問石律師 為什麼澳門每個行業都有外勞 只是這兩個行業沒有呢 是不是一定是這兩個行業最好找呢 我想不是了 我也想問石律師 他政府做這件事有沒有違法 有沒有對其他行業不公平呢 這個問題我想問石律師的 另一個問題 另一個關於這個問題 第二點我想問郭先生的 你郭先生你是汽車從業司機 從業員工會的理事長 我就想問問你 為什麼你們的行業 特區政府這麼垂固的呢 你看看鄭先生你們賣廣告 有個巴士司機竟然可以在這裡打機的 竟然可以每次巴士有問題呢 是不是巴士有事呢 還是你的司機因為是皇帝女不優價 所以我們的市民就做了羊股 做了羔羊受害者呢 這兩個問題 希望兩位 石律師和郭先生 你再說一次給我們聽 讓我們一時不停再說 郭先生先回答 想回答這位觀眾 其實我們都很堅持 莊可和職業司機不能輸入外路 這是一個原則 如果我們看到 職業司機那邊 多數都是上一年多的 如果你叫賭場裡面請上一年多 他一定不肯的了 還有你說那些司機 天之嬌治 我覺得不是的 你看看他其實他都很辛苦 你駕巴士 駕的士 駕其他車 駕巴士超辛苦的 都是辛苦的 除非你駕賭場版 你賺1萬多元 我覺得現在的生活環境 是1萬多元 應該可以做到 還有你 為什麼司機 經常說 為什麼會不夠 其實我覺得會夠 就是錢的問題 你看一下駕駛巴士 他不斷有駕駛巴士 都會有司機 為什麼其他司機沒有呢 因為他要待遇好 我想任何人打工 都希望想持續待遇好 他們可能因為很多司機都這樣說 他不駕駛巴士 他不駕駛巴士 即是貪他 即是不用駕駛 駕駛的士 就要出去幫忙 很負擔 要負擔很多 駕不到 那天做蝕本流 就好像都蝕不 還有我覺得 就是因為年紀問題 如果澳門街 你45歲至55歲 上年紀的男女 你叫他做什麼行業 因為賭場是單一的 你叫他怎麼做呢 如果你不能留給澳門人做這件事 我覺得一定要影響整個社會 我們輪到社律師 我打一打 對於這方面 其實我有這樣的看法 你說應該輸入外勞 與此同時 對其他的行業 中小企方面 是否有不公平的情況出現呢 我覺得大家都知道 其實澳門特區政府 是輸入外勞 是有一個政策的 是的 這個政策的大原則 就是不應該損害本地 我們居民的就業 但是當然 其實我留意到 很多時候 就是本地的居民 這些中小企 有一個懷疑的態度 就是說 OK 政府定了這個態度出來 其實在實際操作方面 每個個案審批 是它用什麼標準 標準很清楚 大公司有優待 是 中小企、微企 就是其師 所以就是在實際操作方面 我覺得 大董場一請請兩、三千個外勞 很快去批 每間小型的竹舖、面舖 要請個外勞 對不起 一年都未批 所以如果能夠在這方面 透明度高 以及能夠調節 我相信 市民的聲音 亦不會反向 那麼大 所以來去都說 好像郭先生剛才提到 本身在本地這兩個行業 莊河 甚至司機方面 如果能夠真真正的落實 這個實際的政策 能夠保護本地居民在這方面就業 我相信 這個輸不輸入 大家其實自然都不會有任何 我們還有一個李先生打電話 李先生 你好 你一分鐘說完 好 其實很簡單 造成這些鬼巴都可以過關 最主要就是我們的官 官商之間關係的格局 現實問題 這些不言而語 大家知道什麼事 第二 有關班事公司有多少錢 有多少錢 就是我們的立法會 沒有一個叫做財委會的架構 去控制政府的財務安排 即是說香港立法會就要議員批 澳門立法會就不用的 不過就算有都沒有用 因為我們的官委和間選議員都會同 燒過二分一 很多 黨家互航 另外一方面 我有留意到 就是巴士的意外率 是提升了的 但是有關方面 可能立即淡化了 我希望今次 石律師在這方面 押軌巴方面 真是在法律角度做多些事情 和高先生合作一下 希望能夠把我們的公帑善用一些 我們就留很快的時間 石律師你做個總結 30秒 時間很短 其實簡單總結 我想我無論是法律工作者 和作為市民 亦都和普羅大眾市民 都是一種的態度 就是希望就這些事件 能夠依法去做一個 望到政府有關的機關去做一個調查 西都能夠有一個清晰的結果 郭先生呢 我覺得 政府早點公佈什麼叫鬼巴 哪條線 以及要多加一些監管系統 譬如報紙系統 或者車內的監察系統 其實現在市務局的資源 一定可以知道哪部車 行車的用意 司機都可以有拍卡 司機駕駛 完全知道 我覺得透明一點 監管之後 讓市民知道是怎樣的情況 高先生呢 我覺得整件事最重要的是 劉司長要問責 是他選了方文出來 沒有理由叫方文 我們一起解僱 最好全部的司長都是到期的 沒有可能我們的基本法行政將軍 我們司長任期比特首更長 是的 二十年的 我們特別的 我們中國都 胡錦濤也是十年 我們二十多年